张义跟着牟川三人离开了帕吉家 不久之后 他们来到了萨拉城的另一座寺庙 大传寺 牟川三人的脸上一直没有什么表情 他们甚至没有多看张义一眼 更没有对张义使用任何器具 在他们眼里 此时的张义没有任何反抗他们的能力 只能够乖乖听从他们的吩咐 而事实上 他们的确有这样的底气 毕竟这三人放眼整个桑加寺 都是实力一流的好手 否则的话 他们也没有资格成为亚舍朗台德级身边 最亲信的战力 在密宗与外界的艺人不同 那种大概可以称之为信仰的力量 能够给到他们特殊的加持 离开了血域高原 他们的实力会大打折扣 可只要在这片密宗教派的地盘上 他们的力量都会以一种难以想象的速度提升 这也是为什么 桑加寺只有一群僧人 却能够镇压得整个西南大区抬不起头的缘故 张义也不说话 一路上跟着他们来到大传寺 他也想看看 这几个装神弄鬼的密宗僧人 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三人带着张义来到大传寺之后 带着他来到后面巨大而空旷的庭院 在这里有一座近乎于废弃的佛塔 上面千疮百孔 连塔顶都已经塌陷了 三人带着张义走进这座佛塔 张义看了一眼周围 便感觉到脚下似乎有某种特殊的阵势 张义虽然自信 但是一直以来的警惕之心并没有放松 否则的话 他也不会带着花花前来 更不会时刻开启万物寻迹洞察四周 不过 他并没有感受到危险 而心神领域对于周围五公里的感应 也没有让他感受到伊普西隆级的战力存在 很好 张义心中微笑着想到 三名僧人将张义围在中央 牧川上人面对着张义 双手合十念诵佛号 阿弥陀佛 施主身上魔性太重 你现在应该放下屠刀 立一地成佛 早日悔悟还来得及 张义看着一脸慈悲像的他 忽然笑着问道 放下屠刀 立一地成佛 大和尚 怎么才算 牧川一脸淡然地说道 我密宗教化世人 普度众生 你若想要悔悟 只需要加入我密宗即可 我牧川可以为你剃度 他说着 竟然慢悠悠地 从宽大的衣袖里面取出了一把剃刀 张义只觉得好笑 闹了半天 这些人竟然是想让自己当和尚 他笑着问道 可是我还有老婆 不想那么早出家 牧川再次说道 阿弥陀佛 你身上魔性太重 如果不早日出家 恐怕会真的堕入阿修罗道 施主 还是趁早蹲入空门吧 说着 牧川拿着剃刀 就要朝张义走来 张义呵呵一笑 不好意思 我没有出家的打算 三人的脸色顿时变了 老和尚脏步气愤地指着张义 你身上的魔性 看来已经控制不住了 邪魔 再给你最后一次悔悟的机会 加入桑加四 诚心悔悟 一切还来得及 张义此时已然看出了 这些人的目的 他杀死了罗伦 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 所以 桑加四的人 试图将他收入麾下 毕竟一名队长级的艺人 可没有那么容易培养出来 尤其是他们认为 张义是高级队长级的艺人 张义冷笑着反问道 不归顺 你们就是邪魔吗 阿史那一脸怒容地呵斥道 你杀死了我密宗的护法金刚 不是邪魔 又是什么 给你一次机会 就好好把握 否则的话 我们可要降妖除魔了 张义的嘴角微微勾起 这道理讲的 可真是一套一套的 不过不好意思 让我加入密宗 你们还不配 张义冷冷地一笑 别说是你们 就算是 你们藏主来了 也没有这个资格 此话一出 三人的脸上都露出怒容 在整个西南大区 谁敢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当着他们对面诋毁密宗的守护神 是不可饶恕的罪念 你果然是魔性侵入骨髓 难以解救 看来今天这场除魔一事 不做不行了 阿弥陀佛 让我们来拯救迷途中的你吧 老和尚脏步一脸悲悯 但是下一刻他一伸右手 刹那间哗啦啦地响声大作 一道道金色的锁链 从他袖中飞舞而出 转瞬便将张义周围所有空间全都包裹 朝着张义的身躯缠绕而来 张义毫不废话 当即从乾隆铠甲的背后 取出一把狭长的爱德曼金属长刀 黑色的火焰冲天而起 仅仅是一刀 那万千道金色的锁链 硬生破碎 张义屹立在黑色的火焰之中 身着漆黑铠甲 手持长刀 真的宛如一尊从地狱走出来的魔神 三人心中虽然早有准备 知道能够杀死罗伦的人实力不会弱 但是张义展现出来的力量 还是让他们三人有些惊恶 藏步的念咒锁链 是束缚人的顶级能力 竟然连一瞬都无法拦住张义 张义旁边的花花说道 我陪他们玩玩 你负责掠阵 张义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 所以一直没有使用擅长的空间之力 现如今的他 以火系近战一人的表象与人战斗 但即便如此 这样的他 也不是一般的德尔塔可以匹敌的 张义扬起手中的长刀 长刀燃烧着漆黑的火焰 刀锋一转 缓缓扫向周围三人 今天就让我看看 你们这些虚伪的和尚 有多少精良吧 牧川的眸中 终于迸发出了凌厉的凶悍之意 邪魔 羞得猖狂 三人齐刷刷地退后 躲避张义的刀锋 牧川双手握着一串念珠 何时双掌 口中念念有词 下一瞬 风云变色 大地之上席卷起巨型龙卷 夹杂着狂暴的冰雪 直接将张义所在的区域 进阶笼罩 藏步口中念着佛号 从他的背后 绽放出无穷的金光 一尊佛像虚影 都在缓缓浮现 哗啦啦 从佛像身上 蔓延出数不清的金色锁链 异能化作的锁链 弥漫了整个空间 所向风暴之中的张义 面对这些强力的攻击 张义第一次尝试 不使用空间之力 而是单纯的凭借 虚空威能进行反击 长刀之上 虚空之力化作黑暗的火焰 熊熊燃烧着 整个大船寺 瞬间被撕扯得粉碎 金色的光芒贯穿风暴 顺着风暴的轨迹 直奔张义而去 三名护法金刚合作默契 他们已经不是 第一次用这种手段 剿灭那些 不服从密宗的异角徒了 浩浩天威 极为惊人 远处的僧人与农奴健壮 早已经匍匐在地上 瑟瑟发抖地喊着神迹 神佛显灵 可是突然之间 从那巨大的冰雪风暴当中 出现了一道黑色的裂痕 一道贯穿天地 狭长无比的裂痕 从天际直冲地面 那是一道黑色的刀芒 黑暗的火焰 硬生生切开了冰雪龙卷 也劈碎了藏布的念咒锁链 刹那之间 天地之间所有的异象 全部消失 只留下一地破败的废墟 张义屹立在原地 周围早已经破碎不堪 只有他脚下的方寸之间 丝毫未损 看到这一幕 牧川三人的瞳孔猛地缩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们无法相信 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一切 这三人都是异能指数 极高的德尔塔级艺人 牧川的异能指数 更是高达9800点 三人联手 只要不是伊普希隆级的艺人 都很难逃脱他们的控制 梦 就在这时 一直没有出手的阿什纳 忽然发出一声幽远的长鸣 她的身躯扑在地上 一阵剧烈的烟尘 与冰雪升腾而起 从烟尘当中 出现了一头身高几十米的 巨型牦牛 她长着六条腿 八只眼 浑身赤金色 肌肉高高的隆起 周身的皮肤上 有一道道神秘的密宗范文咒语 牦牛往前提猛的一踩大地 周围的地面就剧烈地震动起来 然后瞬间爆碎 暗地里的冲击 让张义脚下的地面也破碎 她脚下一空 竟然朝着地下坠落 可以操控大地的力量 张义顿时明白过来这一切 她的脚下 直接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大地粉碎 她就算是想要借力爬上去 都没有机会 就在这个时候 张义的头上一道巨大的阴影闪过 那头巨型牦牛王冲到她的头顶 然后以泰山压顶的姿态 直接坠落 哦 有趣 她不得不称赞 这三人的实力的确不凡 怪不得仅仅三人 就赶来到帕吉加拿人 三个人的实力很强 而且远程 近战 进攻 防守 控制都非常充足 无论遇到怎样的对手 他们都有很好的办法去处理 而眼下的张义坠落地下 根本没有立锥之地 人的力量来自于大地 如果双脚无法着地 哪怕拥有再强大的力量 也无法发挥出来 自然而然 张义也没有办法使用斩击 但是 很可惜 他们今天遇到的人是张义 牦牛王坠落深坑 要将张义直接压死 就算是压不死 其后的牧川与藏步也迅速赶来 只要藏步的锁链束缚住张义的身躯 就可以让他失去所有抵抗之力 到了那个时候 他要么选择归顺桑家寺 要么 选择死 可是 没有等到牧川与藏步赶到近前 他们就看到一道黑暗的火光冲天而起 如同一轮巨大的弯月 撕裂了苍穹 扑 伴随着黑月而起的 还有漫天的血雨 以及阿史纳七力无比的叫声 他巨大的身躯 肩不可摧的身躯 竟然被人从腰腹中间斩断 露出了紧致的牦牛肉 看了之后 不让人觉得血腥 竟然有一种食欲大增的感觉 当然 这只是异能所化的表象 否则的话 张义真的想切下去 两块带回去尝尝 阿史纳被切成两半 哀嚎声七力无比 让牧川与脏部的额头 都冒出了冷汗 阿史纳巨型化之后的身躯防御力极强 即便是火炮 都无法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 竟然就被那个家伙给切开了 阿史纳并不是个傻子 但是他没有想到 张义在半空中 竟然也可以发力 张义从阿史纳的两节身躯当中 冲天起 踩着他的身体回到地面 他看向坑洞当中 心中不由地感慨了一句 近战的话 我的经验还不够丰富 如果刚刚不是 一向习惯于用空间之力与枪械战斗 突然改变自己的战斗风格 的确有点不适应 阿史纳是受人系的能力者 生命力极为顽强 即便被人腰斩 可也没有死去 但是这未必是一种幸运 反而是一种巨大的残忍 牧川与脏部健壮 心中已经对眼前之人产生了一种惊害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脏部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看着一身黑甲的张义 真的如同看到了魔鬼一般 我 张义右手拎着低血长刀 刀尖拖在地面上流淌着仍然冒热气的阿史纳的血 他微微一笑 我是恶魔呀 恶魔 牧川与脏部已然知道 现在的他们必须死战 眼前之人 恐怕放眼整个西南大区 也只有脏主能够降服 可是眼下 他们是等不来脏主的支援了 牧川大喝一声 方圆数千米的领域 天空之中阴云汇聚 风暴狂涌 大地之上厚厚的冰雪也升腾起 遮蔽住了眼前的视线 脏部再度使出了自己的金色锁链 从大地之上朝着张义袭来 可张义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这两个人的能力确实很有意思 但是在他的眼里 这二人就像透明人一般 所有手段都被他看得一清二楚 手中长刀一转 风刃在凛冽的寒风中发出好听的龙吟 你们实在是太弱了 一点都不好玩 张义说罢 随意地向前挥出了手中的长刀 黑暗的虚空之力 从他的手掌当中蔓延出来 闪烁跳动如同火焰一般 悄无声息地蔓延出去 看上去仿佛无比缓慢 但是瞬息之后 就如同燎原的野火一般 数千米长的黑暗扫过眼前扇形的空间 吃 一瞬间 原本躁动不已的整片天地 安静了